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老师在后边有这个习题班 有这个串讲班 还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些极度的压缩帮助大家去记 在这儿你课下就复习复习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三讲内容 那么大家要注意涉及境外所得税收管理的内容 这一块难度就比较大 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这几年呢这块的考核呢它在下降 就是考计算的话设计这块的也不多 包括教材中大的案例呢也没有了 那么坏消息说呢随时可以杀个回马枪 就像第二章的出口货免抵退一样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要求掌握的 可能不是每年都考 但指不定哪年就考了 当然如果考难度也不大 因为它更多的是程序性的 所以里外里都让我说了 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 你跟着我的节奏 别被书中的内容给牵绊住了 把这些内容理解了 考试妥妥的够用 只能比我讲解的简单 绝对不能比我讲解的难 而我讲解的时候 又要比这个本身的政策要简单的多 所以简单 然后考的再简单 然后你还不想学 那肯定是不行的 好了 那么我们先说第一讲的内容就是基本规定 那么我们基本规定第一个 我就要说一个事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境外所得税收管理的问题 那我们还拿公式来说事 别开玩笑了 这个公式大家注意什么呢 我们整个的这几讲的讲解 完全不是按教材的结构去讲 你按教材结构讲 不利于大家的记忆 那么你要跟着我的节奏走 那么这个公式是什么 企业实际应纳的所得税额 等于企业境内外所得的应纳税总额 那么这个也就是用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 不就是应纳税的总额吗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没有 这里边他包括了境外的所得 但是我们知道啊 我这个所得在境外 那么你现在算境内所得税是也给他包括在里边了 那他境外取的所得是那个老外的所在国 那个政府他怎么的 也收税了呀 所以这个时候你境外所得包括在应纳税总额中存在重复征税 对吧 那么为了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 我们就要考虑他在境外已经交过税的情况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就产生了我们接下来讲的这几讲内容 也就是你们认为计算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存在 你境内外汇总纳税时 外国已经交了 他重复征税了 不符合国际惯例 那么这说怎么的 我们就要考虑了 怎么考虑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你在国外交多少 我就要你减多少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就比较简单了 这叫全额低免法 对吧 那你交多少一减 你不就不存在这个什么 重复征税的内容了 但是这种方法我们不用 我们用的什么 我们用的是限额低免法 也就是说我要通过计算 确定可以减除的境外所得的低免额 这么一减的话 那么境外这块重复征税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产生个问题说完了 那么最后转化成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就是确定这个境外所得税额 这个低免的税额到底是多少 忙活半天就是要确定这个数 接下来我们研究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那么当然了 如果有所得税的减免低免的优惠税额 我们也要减去 这个讲过了 比如我购买专用环保设备投资额的10% 我花了1000万100万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低的是税额 这不就是一个优惠的 低免吗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在税收优惠中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确定境外所得税的低免额 听门了吧 好了 这个事你知道了 咱们就来看看书中这个文周周的这句话 那你这个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 说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可以从其当期的应纳税额中抵免 那他说的两项内容 好了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直接的考点了 就是杨老师你刚才不说了吗 他可以减去境外所得税额的低免额 那这个减去当然了 你实际的应纳税额不就少了吗 那么什么样的类型的企业能够去减 他告诉你了 下列所得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去可以抵免就可以减 对吧 那什么呢 就是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外的 但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只有居民企业 他在国外交的能在这减 注意了 非居民企业他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 他取得发生在境外 与这个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这个应税所得 也是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 实际上这句话大家不应该感到陌生 杨老师在前面讲企业所得说过了 就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有机构场所的这种情形下 他的计税方法 他的免税规定 我们在讲国债利息那一讲 你们还记得吗 是吧 居民企业之间的 包括非居民企业 他有机构场所 是吧 那么他从居民企业取得的 与这个机构场所实际联系的 是不是 也有这个免税规定 是不是 寄税方法 免税规定 都一样 包括我们在企业所讲的税率 他也是用25%的税率 所以抵免也一样 注意 不是居民企业能抵免 非居民企业符合条件也可以 但不是所有的非居民也都可以 一定是符合条件 是不是 所以这块 大家就要从概念上需要知道 非居民企业和居民企业 当然我说了 非居民企业一定是符合条件的 他都是可以减的 对吧 所以这句话你看 你得给他翻译出来 翻译出来 然后接着读这句话 对吧 能抵免了 但是刚才杨老师说了 不是说你在国外交多少 就能减多少 那叫全额抵免法 我们叫限额抵免法 对吧 那么这时候进行比较确定 如果超过低免限额的部分 你实际交的多了 我也不要你怎么的去减那么多 实际上就是输低 你没超过的 那你就可以交多少减多少 你超过的话 那只能是按限额减 这不就是我们类似于福利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的三步法吗 同学们对不对 实际的 限额 然后比较确定 是吧 那你超过怎么办 超过的 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 抵免当年应抵免后的余额进行递补 看起来挺绕是吧 那也就是你截转以后的话 一个是五年的限制 另外一个你截转 也得受当年限额的影响 有点类似于 以前年度的广宣费的截转的味道 你截转也不能超过当年的限额 所以这句话你用机吗 不用机 对吧 他就是基于我们刚才从这个公式 引出的一个理解 然后他说的一些文言文 开玩笑 就是我们文件中的话 所以你要给他翻译出来 听见了吧 要给他翻译出来 要特别注意 避免不仅仅针对居民邪 然后你超过这个限额的部分 是五个年度内 怎么的 可以截转提名 好 不要把它想的特别复杂 好理解这个话 不要给他想的特别复杂 没有什么背的东西 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基本规定的第一个问题 境外所得税抵免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关系 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知道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 然后知道他最最基本的政策 这就叫基本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但是没有直接采分点 你给我记住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好啊 对吧 这个政策好啊 能够减 让我们能够少交点税 那杨老师也刚才说的 居民可以 非居民也可以 当然符合条件了是吧 那么我们具体来研究一下 这里边的一些细节性规定 这就是刚才那些政策 要往下延续了 越讲越细 你对刚才那个大政策 就越来越怎么的 有清晰的认识了 那刚才老杨说了 居民企业是可以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进行这个抵免 从这块捡是不是 那你们想没想过 比如我是一个居民企业 我在中国啊 干活是居民企业是吧 然后我在外国成立一家子公司 然后子公司又成立一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不就是我的孙公司了 对吧 然后子子孙孙 理论上是无穷亏 是吧 咱就说两层 就可子公司和孙公司都在国外 那么这个时候 子公司孙公司在国外赚了钱了 是不是要交所在国的所得税啊 对吧 那么他交完所得以后 有税后利润往中国境内分的时候 你们说还交不交税 交啊 属于我从这个国家取得 古希红利所得 那么他作为支付这方要什么预提所得税的扣除 所以这些我们发现他都属于什么在国外交过的税 你看我这个居民企业预算啊 你看成立个子公司 孙公司他做生意挣钱要到国外那交税 然后分给我点这还要预提所得税 最后的话呢 一百万的话可能到我手里的话 扣不扣不得就几十万了 是不是这种情况 你看 你就会发现 哦 这种国外交过税的情况 也涉及好多种情形 那这就涉及了 我们说的 要研究一下 你居民企业到底哪些可以抵免 你非居民企业到底哪些可以抵免 你刚才老杨说的就是非居民企业 符合条件可以抵免 但没有说到底怎么抵免 这时候就要明确了 同样都是抵免 居民企业 他可以抵免的是境外所得 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这个税额 当然不是交多少抵多少 我们只是说 他在国外交的这块可以考虑抵免 然后限额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就是说他在国外交的这个 直接缴纳间接负担的可以抵 而对非居民企业来说 他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然后这个所得跟机构场所实际联系的话 那么只有是直接缴纳的境外所得性质的税额 才能抵免 所以同学们这块要注意了 不用举案例说 一会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居民企业的 那你就理解什么是直接缴纳 什么间接负担了 所以呢 你需要记结论 就是丰富这句话 你居民企业来源境外的应税所得可以抵免 那直接抵免是什么 就是企业作为纳税人 就其境外所得在境外缴纳的 所得额在我们国家应纳税额中抵免的金额 说白了就是这个直接抵免额 就是他在国外直接缴纳 那么适用于什么情形呢 一个就是企业就来源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 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 什么 我是一个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 我在外国成立一个分公司 那么根据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法 它是法人所得税 所以境内的境外分公司的 要汇总纳税 那你这个营业利润是在境外赚的 那么所在国交了税了 那我要考虑是可以抵免的 当然一定是限额的是吧 这个是一个前条件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境外缴的这个分公司的营业利润的所得税 就属于直接缴纳的 那么还有什么 就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 我有子公司 孙公司当然以前不说了 就一个子公司 他赚了钱交企业所得税 交完以后 税后利润分给我的时候 那我要交什么 预提所得税 那也就是来源于或发生于境外的股息 红利等全性投资所得 包括利息租金 特权手费 财产转让所得 那么这个在境外被源泉扣交的 预提所得税 这个更多的就是我们刚才的这种子公司的这种情形 这叫什么 这叫直接抵免 适用范围 注重理解 包括营业利润 包括预提的所得税 那么而间接抵免是什么呢 间接抵免主要适用于的范围 就是境外子公司取得的股息 红利等全性投资收益所得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这是我的子公司 他在外国交了所得税了 那这时候 他是不是在国外交过税了 那我在考虑 能不能在我的抵免 但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是什么 这是一种间接抵免 为什么是间接抵免呢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他 分配股息钱的利润 缴纳的外国所得税 那当然不是说他交多少 这个我就能够扣多少 我得通过计算呢 对吧 因为他挣的 他可能有一部分没分 那么分的话呢 可能按股权比例分 他不是我百分之百持股的 那这个时候你注意了 就要考虑什么 我到底分了多少 那么按我分的比例 他在国外交的 我一共负担了多少 这就叫间接负担 听起来感觉很绕是不是 没关系 同学们 在这我们给大家布置任务了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 直接抵免的话 它的适用范围是 营业利润和什么 和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税 而我们的间接抵免就是什么 分配股息钱 你子公司在所在国缴纳的所得税中 你能够间接负担的部分 你间接负担的部分 就要间接负面 像文字性的要知道这两句话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 最后都要变成理解能力 变成应识能力 我就要给大家举这一堂课的核心点了 就是境外所得 低面额的计算 明白了吗 为了方便大家的记忆 所以我叫阳视三步法 自恋一点 对不对 好了 那就是第一步叫实缴税额 什么意思 你们刚才要听明白了 你能够自己解释的 就是我这个居民企业在国外交了多少税 就叫实缴税额 那根据刚才的讲 如果我这个境外的是子公司的话 那就应该考虑什么 直接缴纳的 间接负担的 对吧 是不是 因为居民企业它可以抵免的 刚才不说吗 就包括 这呢 直接缴纳的间接负担 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子公司的 那么包括 直接缴纳的 源泉扣缴的 和间接负担的子公司 在国外 分配股息前 它所缴纳的 对不对 如果是分公司的 那是不是就什么 它在国外直接缴纳的 所以注意 这个如果是居民企业 它包括 直接缴纳 间接负担 如果有的 加在一块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非居民企业 有机构厂 所有实际联系主义 只能是 直接缴纳的 当然我们重点来说 居民企业 因为它全嘛 又包括直接的 又包括 间接负担的 好了 同学们注意了 注意了 这个实角的税格 这是杨老师给大家 起的三步法的小名 就像我们在前面讲 免底退计算的 第一步T税格 对吧 那这个T税格 那你要怎么的 一定要注意官方的说法 这个实角额 它的文言文的说法 叫什么呢 叫做可抵免境外税额 文言文是我开玩笑说 就文件中的说法 或者叫考试 它问你 叫可抵免的境外税额 一定要知道 我老强的这点 我们这个 今年这个 应该是22年的税务实考试 研考到今年那个三月份了 这个个别地区 集个别地区 然后他就考了一道 这个国际税收的这个体 一共是八分 前三问 就问三种情况下 可抵免的境外税额 就这么问你了 而且你只要他知道含义了 他说他交了七十万 那你说这答案不就七十万吗 有同学就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这是很要命的 明白了吗 所以三步 第一步叫实践税额 它的官方说话叫 可抵免的境外税额 理解上就是 你在国外交了多少 包括知识 包括间接负担 好了 那举个例子 那把这些绘色难懂的东西 用最最原理的例子 给大家解释清楚 比如说A 投资境外B 持股比例百分之百 去想象 A 就是境内的 投资于境外的B 然后当年B 全年税前所得一百万 啥意思 他按照所在国 那个外国的 所得税法计算的 该调整调整 假如他跟咱们中国税法一致 该纳税调整增加 纳税调整增加 该纳税调整 纳税调整减少 算出的全年境外的 税前所得一百万 那我问一下这一百万 A都能拿到吗 不能了 他要在B所在的国家 按照30% 算一个什么 所得税 那交多少30万 对吧 30万 然后是不是就是税后利润70万了 这个时候 假如他把这70万全都分了 我问一下 这个A能拿到70万 如果你说能拿到 这个企业所得税 你学习就没过关 不可能拿到 为什么 因为对B国政府来说 就是B企业所得的 B国政府来说 他说你这个A企业 属于有来源于B国的 古税红利所得 我要扣一个 10%的预体所得 多少 7万 所以这时候 A只能拿到63万 好了 这个案例明白了吧 问题来了 我问一下 这个如果问你这个A 他在计算所得税是可抵免的 就是这个吗 可抵免的境外税额是多少 包括直接缴纳的7万 包括间接负担的 是不是啊 这个30% 30万 所以37万 这就是三步法第一步 可抵免的税额就是37万 那么结合我们刚才讲的 直接抵免 间接抵免 这就是直接可抵免的额度 这是间接负担的 是不是啊 这30万不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吗 什么 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 B国 对吧 他这个税额中 由我国居民企业 就该向分得的股息性质 所得间接负担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100% 都是有我负担的 因为我是100%持股 然后他又全都分了 所以这30万就相当于我掏的 那你想啊 如果那个国家不收税 是不是我就能多这30万 你看这30万就不是你负担的吗 是不是啊 所以要知道 听办了 这叫三步法的第一步 对不对 那我问一下 你能再算税时 把这37万给我减出去吗 能 说能的 突出去斩了 开玩笑 为什么 如果你要说能 我刚才就白说了 那不就是这块减37吗 那是不一定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刚说过来要比较确定 它是什么 它是有限额的 我们不是说交多少减多少 如果是采取交多少减多少 没限额的话 你减这个37是没问题的 但现在你一定要存移 为什么你要看它超没超过限额 这不就是三步法 那个义务招的费 广性费的思路都一样吗 那第二步干什么呢 你说 算限额 算限额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二步就出来了 叫什么 叫做低免限额 这个低免限额怎么算呢 就一个公式了 它是用中国境内外所得 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规定计算的 应纳税总额 乘以来源某国的应纳税所得额 占中国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总额的比例 它官方的公式是这个 实际上有一个简化公式 为什么简化公式 大家想想这个乘号前的 它叫什么 应纳税总额 那应纳税总额是什么的 应纳税总额 境内外所得的应纳税总额 那境内外应纳税所得的总额 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的总额 乘以税率 这个税率是中国事法规定的税率 是不是 好 你把它一转换以后 一约分 这块就变成了25% 对不对 那这个公式不变成了 来源于某国的应纳税所得额 乘以多少呢 25% 是不是 所以它有个简化公式 这个抵免限额等于什么 等于来源于某国的应纳税所得额 那么更简单的说就是 境外税前的所得额 乘以 注意是中国的所得税率25% 那为什么杨老师还写个15%呢 因为在企业所得税法中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是境内外同时申请高薪技术企业认定的话 这个抵免限额的这个税率就是15% 所以考试题中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么一句话 境内外同时申请高薪技术企业认定 那么这个说你第二步不能乘以25 而乘以15% 这是一个约定 是需要大家知道 听到吧 其实我们后边在讲的时候还说 还有一种简易办法的话就乘以12.5% 那个后边再说 这就叫抵免限额 好了25是死的 审题15也很好确定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转化成了境外税前所得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要首先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境外税前所得 它不是按外国税法规定算出来的 歹是按照中国税法规定算出来的境外税前所得 有些人老是不一致怎么办 不一致就要把境外的税前所得调整为 符合中国所得税法规定的税前所得 所以他这块说的是要 依照企业所得税 谁的企业税 中国企业所得设法和条例规定计算 所以这个境外税前所得 可不是按照境外所得设法算的 听明白了吧 不一致要调整 所以境外税前所得要注意 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个调整在里面 听起来头大吧 初期老师不难为你们 所以我们考试很少考调整 我后边简单说一下调整的思路就可以了 然后我立体中带一句 你知道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听听了吧 那么我们往往说的是 就是境内境外 他的这个所得税的规定是一致的 是吧 我们接轨嘛 是吧 趋同 所以呢 这个是不需要调整的 你要想知道怎么调 跟杨老师学这个税务师 税法二的课程 一倍两考 那里面我们会讲 他的调整 在我们考中不会考调整的那种 但是你得知道这个调整的思路 听听了吧 好了 不调整 那是不是这个事 这个就简单了呢 也有点小复杂 这个境外税前所得 怎么复杂呢 先不说复杂的情况 我们一会儿根据考试出题情况 给大家说怎么复杂 我们先来简单的 从原理的角度来说一下 好 那么接上例 上例刚才这个例子 就是还是这个例子 是吧 那么第二步要算什么 比免限额 那就用杨老师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境外税前所得一百万 不需要调整 都一样了 乘以百分之二十五 那不就是二十五万 对不对 所以抵免限额多少呢 是二十五万 你在国外交了多少 交了三十七万 三步法第一步 和抵免的税额三十七万 三步法第二步 抵免限额多少呢 是二十五万 好了 那有头说 那太简单了 一百万乘二十五 谁都知道啊 那是因为初期老师 假如告诉你一百万了 境外税前所得一百万 那你直接乘就可以了 是吧 那这是最可爱的老师 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三种 三步法第二步的 初期类型 那得看初期老师的心情 如果他是一个温柔派 神仙姐姐 那就像刚才一样 他在题目中告诉你了 什么 他的 境外税前所得一百万 那么马上想到 杨老师的按中国税法的规定 乘以二十五 你注意啊 审题要是十五就十五 那么另外一个注意 他不需要调整 我们考试一般不设计调整 有调整在调 那这一百万就复杂了 我们是不是 刚才说过这个事啊 你别再这个 把这个司徒库弄得一团浆糊了 不会调整的 不会 有调整的话 你我们后边举例 稍微说 带一点调整 蹭一下词就可以了 好了 稍微聊一下就可以了 聊闷的聊是吧 稍微聊一下就可以 不能深的去研究 刚才说过了 好了 这是最温柔的 一百乘以二十五 就可以了 但有的不那么温柔 他呢 也不那么坏 他采取的是 婉约派 他怎么告诉你 你知道吗 他告诉你说 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他分回的税后所得七十万 分回的税后所得七十万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扣预体所得税 他把税后利润七十万全都分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还原 要通过计算还原为税前所得 怎么还原很简单 七十万除以一减百分之三十 那不就还原为境外税前所得一百万吗 那就相当于境外税前所得一百万 所在国的政府 规定的是百分之三十的税率 那么你算出来的不就是这个数吗 推倒还用吗 那不就是境外税前所得X 对吧 X呢 减去X乘以百分之三十 就等于七十万 他分回的是税后所得七十万 但没有扣预体所得税呢 那你X不就等于七十万除以一减百分之三十 这是婉约派告诉你七十万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神龙派 这是我们最复杂的了 什么呢 他告诉你这个A公司最后收到了六十三万 诶 同学们注意这个 他告诉你A公司收到六十三万 那你在算三部法第二部抵免限额的时候 绝对不能用六十三万 因为这六十三万各种税都扣完了 我们一定要还原成境外税前所得 仅仅把那个公式境外税前所得乘以二十五乘十五 那这时候怎么还原呢 又两种小的情况 第一种呢 题目中你能够看到 他交了七万的预体所得税 他交了三十万的所在国的企业所得税 你就把他们三个加在一块就还原了 这是最简单的神龙派的还原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他没告诉你七万和三十万 但他告诉你的预体所得税的税率 然后他告诉你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两步除一下两次就可以了 六十三除以一减百分之十 那么就相当于回到了刚才那个了 这是什么 他税后利润的金额七十万 再除以一减百分之三十就还原为了境外税前所得 就是这一百万 两步了 听门了吧 就这么简单 但是核心目的就是算二十五十五乘谁 乘境外税前所得 所以我们回看前面的这个简化工资 第一免限额作为第二步 他就是用境外税前所得乘以二十五和十五 这个境外税前所得一再说明是按中国税法规定确认的金额 所以他需要调整考试不管 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还原 考试的时候还原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审题 他可能是温柔派的 你直接成 如果是后两种情况 婉约派或神龙派的 你必须能够还原确认境外税前所得乘以百分之二十五或十五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考试还原能力要有 而且是简单的还原能力 如果考试上想不起来 就想我这个六十三万七十万一百万之间那个关系就可以 他照猫画虎就能够满足我们考试的需要 好 接下来第三步就是比较确定 就是那个公式 刚开始上课是那个公式减的那个数 就是画问号 这时候这个问号就搞定了 就不是问号了 而是什么而是yes胜利的符号了 对吧 那怎么办 就是一和二输低 一PK 二取低谁小按谁来就可以了 那么接上例 你说那境外税前所得抵免额是多少 第一步是多少 三十七万 第二步是多少 第二步是二十五万输低 二十五万低 所以就是减去二十五万就可以 减去二十五万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最最核心的内容 三步法 要把这三步法 这道原理题能够把握清楚 至少要具备照猫画虎的能力 然后这个三步法要带动 对前面文字的知识点的学习 我们先讲的文字 然后落实到三步法 等你科后复习的时候要倒序 以三步法为链条 为模板 去理解文字性的回应 好 那么这些东西已知到了 有几个提示的点 什么提示点呢 这个也考过 刚才不说吗 我还拿子公司说事 我在美国有一个子公司 我在法国有一个子公司 可能我在别的国家 还有好几个子公司 对吧 有好多孩子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算境外抵免的时候 那么是所有国外的都考虑吗 一块考虑吗 那就用一次三步法 还是美国的考虑美国的 法国的考虑法国的 那就用两次三步法 对吧 有几个考虑几次 那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个呢 我们是这么规定 给企业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 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别分别计算 啥意思 美国算美国的 用一次三步法 法国用法国的 用一次三步法 我们把这种方法起个小名 叫分国不分项 同一国家的项目就不分了 对吧 好这是一种 或者你企业可以选择 或者什么呢 就是我不想那么复杂的 把所有国外的全都放在一块 那叫什么 叫做不分国不分项 就是这两种方法 那么你来境外的应纳税所的额 按照有关规定算完以后 对吧 确认就可以了 说白就是 无非就是全都加在一块 用一次三步法 还有几个用几次三步法的内容 是吧 那么好了 既然选择的话 你不能朝三暮四 一经选择五年内不能改变 明白了吧 这两种方法的名字 你老人家得给我知道 对吧 那既然是五年内不能变 那第六年不就可以变了吗 假如我前五年用的是 不分国不分项 等到第六年呢 我又想变成了分国不分项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变化了 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结论是 选择采用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 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的税额和 抵免限额时 那么刚才不说你实际讲的超过这个 抵免限额是五年内可以截转抵免吗 那我前面五年才能用方法的话 没有抵干净 没有抵免完的余额 我改变方法以后还能不能抵免 你说能不能 当然能了 为啥 因为那个是确实交了 没有抵免干净了吗 所以你只要在这种剩余年限内 符合规定的话 可以怎么的 继续截转抵免 方法变化 没有抵免完的 依然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 可以截转抵免 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要说一个重点内容 这个重点内容 以前在书师也考过 我们需要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三步法 第二步 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呢 是抵免限额 那么杨老师的简便方法是 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或15% 是不是 那我们考试的时候 他的官方公式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约分的那个公式 是不是 就这个公式 他用到了什么 中国境内外的应纳税所得总额 那么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这个企业的境内外所得总额 等于零或者小于零 那这个怎么算呢 这就是三步法第二步的特殊情况 画重点符号了 如果你境内境外加在一块 出现了这种特殊情况 怎么的 所得总额小于零 那么这个时候三步法的第二步 直接等于零 你不要再用境外税前所得 那它是负的 对吧 小于零吗 那你再乘以25%15% 驴头不对麻醉 所以这是特殊情况 这是三步法第二步的特殊情况 一定要算 尤其是题目中告诉你的 有亏损的情况一定加在一块 我记得那道题 就我刚才不是说 事物师考过一道题啊 那么好像一个是14点多少 一个多少 算完以后正好是负的 那这个时候你注意三步法第二步就是零 这个说的是这个情况 跟前面三步法呼应了 明白了吧 好 这是提示的第三个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第四点 说的什么事呢 就是如果企业的境内是亏损的 那么根据我们企业所得规定的 这句话叫外亏不能比内营 no内营但是外营是可以抵内部亏损的 这个没问题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这块需要说的问题是什么 基于刚才复习的企业所得税的规则 如果你这个盈利分别来自于多个国家 那你不是可以抵内亏吗 那么在抵内亏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选择这个境外补亏的顺序呢 是这样规定的可以自行选择弥补境内亏损的 境外所得来源国的顺序 比如我先选美国的 美国这块没扣完的话再选择法国的 都是可以自行选择 好了 那么看看去年这块考题考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 让我们说计算企业所得税境外所得税 以纳税额的抵免限额的方法有 不分国不分享 分国不分享 这就是多选题的难度啊 同学们 所以绝对不存在放弃的问题 我基本上每堂课都要说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分支得起来 真的比想象中要简单的多 好了 那么这堂课我们要求掌握 《洋式散步法》 必须掌握 为后续课程做准备 他也是理解这堂课所有文件规定的一个拐棍 对吧 所以这个拐棍一定要用好 对吧 那么同时我们要理解境外所得税收管理 在企业所得税计算的意义 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 对吧 然后谁有权利可以减居民和符合条件的非居民 那么居民和非居民在减的时候 他又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居民包括直接缴纳的间接负担 也就是既包括直接缴纳的7万 也包括间接负担的30万 而非居民符合条件 条件就不说了 那么他只限于直接缴纳 那么直接缴纳的 他包括营业利润和预提的所得税计 如果是子公司 那么就是他什么 他在分配股息红利前 那个企业缴纳的那个30万 那就是间接负担的 是不是 要能够拿我课上说这个原理案例 把前面的所有文字性的规定 结合三步法 都能给自己讲明白 目的是照猫画虎 这是最底线要求 明白了吧 然后我讲了最核心的第二步 就是境外税前所得乘以30% 他有一个特殊情况 如果是境内外加总小一定是负数的话 那他第二步就直接为零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有大的观点就是境外税前所得乘以2515 这个境外税前所得 是按中国所得税法规定确认的金额 如果境内境外不一致的话 需要调整 好在考试不调整 那么我们需要还原 对吧 那就讲了三种情况 温柔派 婉约派 深龙派 那么就根据需要 最终目的还是要拿100乘以25%或15% 我就是说这个例子了 那么一定要去体会 要品 那其他文字性规定 基于这样的一个拐棍的作用 那你熟悉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刚才举的这些考题的 那就非常容易了 就不用刻意去记了 这堂课 课下一定要下点功夫 我们前两堂课怎么要求呢 就是你在平时做做题 然后考前再突击突击 是吧 我在这个 这个后面的串讲班还给大家这个 这个压缩的讲义 那你等着也行 但是你这个课一要听 听完以后课下再做点练习就可以了 但这个设计计算的问题 你别等考前 考前那就来不及了 你一定在平时消化 所以下课把这讲再给自己讲一讲 讲明白了再听下一讲 下一讲是以这一讲为基础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所以那是不是 就是那个机会 那不是 这就用判断的 恕出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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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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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相断的看法